你好,欢迎来到二月读书 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地质与盛世》 汉唐明的时代,公元,1500年之前 书的封面上有这么一句话 一部全新视角的盛世启示录 讲得很直白 这本书会为你了解中国古代历史增加一个独特视角 过去我们谈到中国古代历史 盛世总是与宽厚明君绑定在一起的 比如中国古代第一个治世文景之志 汉文帝、汉景帝清姚伯父与民修喜 再比如后世大家称赞的宋仁宗时期 宋仁宗就是出了名的宽和仁慈 反过来,中国古代一旦出现了肆意妄为的暴君 儒家士大夫就会挺身而 初,他们挥着三板斧天人感应祖宗之法载入史册 也就是老天爷在看过世的祖宗在看未来的子孙会看 以此约束皇权 逼着皇帝你可得行仁德啊 不是有人说吗 儒家精神是皇权的解读计 保障王朝政治有序运行 但在今天这本书里 作者给我们展现了一个新图景 这本书不算好 只有三百多页 读完后你就会发现 皇帝儒家士大夫的形象与我们的固有印象并不一样 本书提出 在古代 皇帝的本质是军事首领 为了维持政权 皇帝的核心课题是尽可能动员中华的整体资源 而对他们威胁 最大的群体 不是编幻 而在走夜 也就是环绕着皇帝的官僚系统 以及盘踞在地方的豪强们 哪个皇帝能有效控制官僚系统 整治地方祸患 他就会开启盛事 不过 儒家士大夫其实是官僚和地方的代表 他们站在皇帝的对立面 武器是笔杆子 登上朝堂编修正事 回到乡野流 下诗此文章 暴君 奸臣 酷吏 一张张被涂抹过的形象定格在了后人的记忆里 也很大程度影响了我们对古人的评价 借助今天这本书 我们或许会看到儒家士大夫粉饰之外的历史 在这里就不得不介绍一下作者 过去的历史写作者多是历史学 政治学专业出身 他们的研究更多依赖史料 也就是儒家士大夫留下的资料 本书作者李小鹏是经济学博士 曾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研究员 当他从经济和战略的视角考察历史 纷繁事件背后的底层逻辑将跃然指上 人物行动触发的收益损失也会更加清晰 下面我们就正式走入这本书 我们将具体了解本书的核心主张 中国古代的帝制如何造就盛世 为什么中国古代只有汉、唐、明曾出现过盛世时期 随后我们会聚焦儒家士大夫 古人心向往之的汉代文锦之志 唐代真冠之志 北宋仁宗时期 明代仁宣之志的真实情况是什么 为什么 我们说古代的史书常常掩盖事实 诱导读者 要讨论中国古代的盛世 我们先得搞清楚古代盛世的标准是什么 是国家富裕经济繁荣 文化发展百家争鸣 军事强大版图辽阔 还是自信开放万国来朝呢 作者的定义稍有不同 他认为古代盛世有三个标准 第一 军事强大 现代的人类可以靠共同的道义来约束以大欺小 而古代社会更像是丛林世界 如果一个政权无法保全自身 谈何盛世呢 第二 国家要富裕 恶嫖遍地的时代不可能与盛世有关 除此以外 作者格外强调第三点 社会相对公平 这也是本书最精彩的地方 稍作解释 作者开篇讲到了古代华夏文明的特殊之处 与其他三大农耕文明相比 华夏文明最封闭 其他三大文明彼此互联互通 而华夏文明相对隔绝 其次 华夏文明最广阔 大江大河把各个平原盆地连接起来 养育了上亿人口 再次 华夏文明最艰苦 黄河跟其他三大文明的母亲河相比 过于暴躁 为了集中力量治理水患 华夏民族早早就孕育出了复杂的国家组织和社会文明 接着看 得益于封闭 我们的军事安全性相对较高 得益于广阔 国家富裕也容易实现 但由于艰苦 我们就要尽可能保障社会系统正常运转 尽可能不出错 历史也一再告诉我们 几乎所有的古代王朝崩溃都跟农民起义有关 而农民起义的原因 则是社会不公引发民不聊生 从这个角度出发 盛世的三大标准中 社会公平既是最关键的 也是最难实现的 根据这个标准 作者认为 中国古代只有汉 唐明出现过盛世 我们就从汉朝说起 提到汉朝的盛世 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文锦之志 话说当年刘邦战胜了项羽后 想到天下从春秋开始 五百多年来没有消停过 所以推行黄老之术 垂拱而至不打扰老百姓 几十年后国家富足 人民生活幸福 但作者戳破了这个浪漫的童话 是着想一下 当某个地方没有公共权利 近乎无政府状态 会发生什么 正如那句话 绝对的自由会带来不自由 公权力虚弱的社会 亲则有人钻空子占便宜 众则会出现一方豪强 他们一方面贿赂官员 一方面雇佣家丁打手 兼并土地 当所谓的 黄老之道推行几十年 社会财富总量的确大幅增加 但社会不平等也空前严重 汉书里就说 文锦之志结束后的汉武帝时期 已经出现富者田莲千莫 贫者无利追之地 几十年经济大繁荣的好处 没有落在底层老百姓身上 司马迁恰好生活在西汉土地兼并 地方豪强最严重的那段时期 于是他在史记或直列传中 留下大富霸一郡 中富霸一县 下富霸一厢一里的感叹 你或许会有疑问 秦代已经实施郡县制 汉代继承秦制 这套地方组织架构都在 怎么能说无政府呢 有个说法叫皇权不下线 由于中国地域辽阔 情况复杂 古代中央权力最多 能触达现一级 而且皇权不下线 这说的还是清代 但尽管已经到清代 中央行政依然无法深入乡村 更何况是在距清代 近两千年前的西汉 回到汉代 盛世是怎么出现的呢 这就要说到一个关键人物 汉武帝 后人对他有包有贬 称赞他击溃匈奴 维护了政权稳定 批评他穷兵独武 重用酷力 耗尽国力 关于发动对匈奴的战争这一点 很多书都讲 我们不多说 我们重点说说 酷力的事情 酷力这个词 正是汉武帝时期的司马迁首创的 史记中有酷力列传 在我们的印象中 酷力是古代残暴帝制的代名词 协助皇帝强化权力可以理解 但手段那么残忍 实在不应该 作者提醒我们 其实酷力这个群体的真实形象 要比我们读到的复杂得多 我们的确可以把酷力称作皇帝的爪牙 但爪牙伸向的并不是普通的底层百姓 而是地方豪墙 前面提到 经过所谓的文景之志 豪墙问题变得很重要 各地的豪墙就像是西汉这具躯体上的毒瘤 所以 汉武帝继位后的第一药物就是要果断切除他们 而手术刀 就是所谓的酷力 汉武帝会强制一些数大根深的豪墙地主 前往西北落后地区啃荒扎根 再把原来的土地分给农民 汉武帝的铁腕手段必然激起豪墙的反抗 他们拿皇帝没办法 于是给政策的执行者起了个难听的名字酷力 由于豪墙们几乎是当时唯一能接受良好教育的群体 于是从这时开始 酷力的名声就臭了 总之 由于汉武帝有足够的勇气和行动力刮骨疗毒 对汉朝这具躯体的毒瘤下手 经过几十年 社会不平等有所改善 国家实际掌握的财政也充盈了 于是也就有足够的财力争取外部安全 最终到汉武帝之后的汉朝帝 汉宣帝时期 经济 公平 军事 这三项指标共同突破及格线 中国古代的盛世第一次到来了 不过 这一次盛世并没有持续多久 汉朝帝 汉宣帝在卫共 四十 年左右 之后西汉状况急转直下 半个世纪后往往篡位 其实 当初汉武帝面对的问题 往深了说 并不是长了几处毒瘤那么简单 而是大脑对身体的掌控力实在有限 换句话就是 中央朝廷对地方的控制能力太弱 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 具体再次出现状况 那是迟早的事情 其实 汉武帝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所以他在卫时期实施了查举制 要求各地定期推举人才 他的计划是 既然这些人的机会是皇帝给的 他们感念皇恩 将来就会站在皇帝这一边 成为皇帝遍布全国各地的力量 但结果是 推举出来的人才几乎都是地方豪强的子弟 现实的情况是 当时只有豪强子弟才有机会上思想品德课 才有机会学习与种地无关的文史知识 所以无论是选品德好的 有能力的 数来数去也只有豪强的子弟合格 你看 这就出现一个有趣的现象 原本汉武帝以及之后的皇帝们希望通过人才选拔制度建一个官僚系统为我所用 以对抗地方豪强集团 结果 官僚系统与地方豪强逐渐合二为一了 不仅对地方控制力更强了 还能反过来更深的影响中央 这股官僚与豪强合流的势力 就是东汉魏晋的门法集团 请注意 到这个时候 皇帝的对手就从原来的豪强集团 变成了门法集团 这个敌人显然要更强大 汉代就是灭亡在了豪强手里 三国故事里袁绍等人都出自门法 他们在地方上有势力 朝中有官职 世世代代都如此 到后来结束三国局面的晋朝司马家族更是门法士族 门法集团看 四掌控了绝大部分资源 当对手如此强大 皇帝还有翻盘的办法吗 我们知道 汉代之后的唐朝是又一个盛世 这说明唐朝的皇帝翻盘了 那我们就看看 第二个盛世是怎么来的 过去我们会把贞贯之志看作大唐盛世的起点 并把李世民看作中国古代排得上号的有道明军 不过 在本书作者看来 唐太宗统治的贞贯年间 算不上盛世 原因很简单 隋唐政权是好族们建立起来的 这样的社会 公平很难实现 唐和盛世呢 回顾历史经验 过去应对地方豪强成果最卓著的是汉武帝 他的思路是 利用库立直接对地方豪族下手 切除毒柳 唐太宗没有像汉武帝一样 直接对豪族大开杀戒 而是迂回实施均填制 每户最多可以占有多少 土地 有个指标 超过指标上限的收归国有 不足指标 可以向官府申请补足 为什么唐太宗不学习汉武帝的雷霆手段 来硬的呢 别忘了 唐朝刚建立没多久 中国大帝刚从三百多年的动乱中平静下来 不宜继续大开杀戒 从这个角度看 唐代的真冠之志更像是汉初的文锦之志 休养生息是当务之急 社会公平的事只能放一放了 最终握着接力棒 把唐朝送入盛世的是武则天 武则天是中国古代唯一一位女皇帝 由于太罕见了 后人给他的故事涂抹了大量权谋色彩 人们也承认武则天有才华有能力 但总要再补两句狐媚祸主 心狠手辣 要不这样 他怎么能称帝呢 沿着前面的线索 我们或许会看到更客观的一面 唐太宗时期 休养生息是主要工作 当唐高宗继位之后 唐朝国立有所恢复 但帝国的毒瘤也在继续生长 他面临的困境就跟汉武帝很像了 不得不忍痛刮骨疗毒 比如逼死亲舅舅长孙无忌 有学者认为 根本原因并不是长孙无忌 反对立武则天为皇后 得罪了武则天 而是因为长孙氏是豪门大族 不 论是良性还是恶性 全身挂满流子 就是件可怕的事情 切掉算了 而唐高宗之所以对武则天言听计从 正是因为两人的政治路线是一致的 要通过打击门阀来加强皇权 再赶上唐高宗身体不好 武则天就有了触碰权力的机会 但只是政治路线与唐高宗一致 仅仅靠心狠手辣 还不足以称帝 作者提到 武则天称帝 得益于唐太宗当初种下的一颗种子 在发芽长大 唐太宗延续了隋代的科举制 隋唐科举制和汉代查举制 看起来好像只是手段上从推选变成了考试 其实权力逻辑已经发生了变化 查举制状态下 豪族推选本族子弟 子弟们当官后 回过头会巩固豪族特权 这时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 是捆绑在一起的 但当科举制启动 任何人都有机会进入政治权力系统 即使是有经济实力和家庭背景的人 进入这个权力系统 他未来的任免升迁 也要按照皇帝制定的政治规则来 而不是我家有钱 我就一定能世代为官 到这时 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终于分开了 以后很难再有世代做官的家族存在 到武则天即位 唐代科举制已经推行了半个多世纪 进入官僚体系中 下层的精英分子 已经成长为一股新兴势力 他们需要突破传统门法贵族的压制 武则天当权 正式抓住了这个历史性机遇 与新兴政治势力结盟 我们回想武则天做过什么事情 设置电视 在科举考试的总决赛中担任总裁判 把近视名额翻了 三 倍以上 相当于过去只有官亚纪军能领奖 现在前二十 明都有奖 这些人当然很感激武则天了 武则天在派他们巡视各地 选拔人才 加速官僚队伍中新势力的比重 还有 武则天增设了五举 这是在与传统门阀争夺军事方面的领导权 正因为这样 作者在书中说 五周革命本质上是科举革命 也就是武则天通过变革官员选拔标准 把官僚队伍大换血 于是 武则天之后 唐朝才得以进入开元盛世 但问题又来了 既然武则天已经帮助后世的皇帝 解决了地方势力过大 和官僚队伍导向地方的问题 为什么中国古代 并没有从唐玄宗统治开始 持续保持盛世状态呢 矛盾不会消失 只能转移 当武则天决定 把保押在科举制的时候 新的危机已经在孕育了 一些社会身份比较低的人才 通过武则天力推的科举制谋得权力 但有朝一日 这些人在官僚系统中 占据了绝对优势 便又会成为皇帝的新对手 这个过程快得吓人 逼迫武则天退位的宰相张简之 正是武则天当初提拔的 实在让人唏嘘 久而久之 通过科举考试 进入官僚系统的儒家士大夫 将成为皇帝心腹大患 科举制广泛推行后 也就是宋代开始 有个社会问题变得格外突出 这就是官员贪腐 而贪腐正是社会不公平的体现之一 接下来 皇帝还有什么应对之策吗 我们接着看作者认为的 中国古代的第三个盛世 他出现在明朝 跟秦 汉 唐 宋比起来 明朝在很多人心中的评价 可能并不高 尤其是明朝涌现了很多奇葩皇帝 有喜欢开动物园的 喜欢炼丹的 几十年不上朝的 反正没几个能拿得出手 但在作者看来 明朝反而是中国古代盛世 持续时间最长的王朝 朱元璋开创了近百年的盛世 那我们就说说朱元璋 关于朱元璋 后人争议最大的一点是滥杀功臣 相传 朱元璋为了维护皇权 肃清开国功臣的势力 竟然杀了 六万多 人 但这个说法稍加思考 就会发现破绽 竟然是杀功臣 不管误杀多少人 功臣总得一个不辣的杀光 朱元璋前前后后赤风了 三十四 魏友公 侯爵魏的功臣 尤其有 七 魏公爵最重要 但事实上 只有李善长卷入胡魏雍案 冯盛卷入蓝玉案 其他 五 魏 徐达 汤和 李文忠 长茂 邓玉都是善终的 这里多说两句 坊间传闻 朱元璋忌惮 徐达的功劳 于是让他在重病时吃真鹅 把他害死了 但我们查遍古今中西医书 并没有看到吃真鹅 能吃死人的例子 还有 相传李文忠也是被害死的 朱元璋 让玉移开了慢性毒药 而中国古代并没有慢性毒药 我们之所以觉得这个情节合理 是武侠作品影响的 慢性毒药 那得是近代化学产生之后才出现的 既然朱元璋真是要杀功臣 为什么杀了 六 万个垫背的 结果威胁最大的 七个人中有 五 人善中呢 这显然不合理 我们不绕弯子 其实朱元璋继位后的举措 都指向一个矛盾 这就是我们 前面说的 自从唐代以来 古代官僚队伍 愈发严重的贪腐问题 朱元璋出生于社会底层 父母的死 就与元朝末年贪污有关 上年时代 他还当了 三 年乞丐 目睹底层官吏和交兵汉将 对人民的残害 所以他对于贪官污吏 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痛恨 当了皇帝 朱元璋依然保持艰苦朴素的本色 不仅自己很少想了 而且励志让普通人安居乐业 于是 他制定了中国历史上最低的农业税率 只有多数朝代税率的 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如果遇到灾年 还会大度地减免赴税 但国家税收少 官僚队伍拿到的俸禄相对就少了 书中提到 朱元璋给县令开的工资是每月 七点五 十 作者经过一番考证和换算 这个收入水平相当于一个县令只需要拿出 百分之四十的工资 就完全能让五口之家吃饱 朱元璋贫农出身 觉得这个工资已经不错了 但在当官的人看来 我们好不容易可考当了官 吃穿用度怎么能跟农民一样呢 这个标准可太低了 于是 很多官员决定搞贪污 朱元璋不是吃素的 他制定了最严厉的反腐败法令 用作者的话说 朱元璋在屠杀贪官豪强方面属于战斗力爆表类型 都不是带一个杀一个 而是带一个杀一批 例如郭桓案 这或许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杀人最多的贪污案 郭桓是李布侍郎 最初有人揭发他串通六部官员贪污将这一代说服 结果顺藤摸瓜 发现有的官员参与分赃 有的官员的亲戚我藏犯人 最后中央杀了几百名官员 地方更是杀了上万人 如果只是处理一个郭桓案 朱元璋还不足以被扣上屠杀功臣的帽子 我们再看一个著名案件 胡维庸案 一直以来 很多人觉得胡维庸不可能谋反 他虽是个贪官 但毕竟是文官 没有兵权 怎么敢跟朱元璋斗 也有人说 朱元璋是为了废掉丞相一职 所以牺牲了胡维庸 但以朱元璋的魄力 撤掉一个职务哪需要这么麻烦 作者综合多方资料 从经济学收益损失角度分析推出 胡维庸应该是真的谋反了 具体情节过于复杂就不展开了 简单说 胡维庸尽管没有兵权 但他作为一个贪赃王法成信的高级官员 如果不主动出手 等待自己的也是朱元璋的清算 更关键的是 胡维庸其实代表了当时很多官员的处境 朱元璋给他们安排了 比前朝官员更累的工作 但工资更低 权力更小 江山是我们一起打下的 皇帝都让你做了 我们就吃点好的也不行吗 这可能是很多文臣武将的心声 吉安后陆仲亨 是朱元璋的老部下 战功捉住 一次他回京办事 擅自调动了驿站的马车 朱元璋便一通臭骂 全然不顾恩情和功劳 直接罚他去山西抓捕强大 类似的例子不在少数 史料证明 这些有过前科的都与胡维庸有所来往 当时 明朝开国只有 十 年 官僚集团还没有形成中 于朱家天子的心理 难免埋怨朱元璋泄默杀侣 新生反义 在这样的背景下 胡维庸策划谋反也就一步步成为可能了 后来的蓝玉案等案件情况类似 时间关系就不展开说了 总之 后世所谓的朱元璋杀害功臣的历史原型 其实是朱元璋在整治贪腐 而官僚集团为了把悬在头上的反腐之箭摧毁 决定联合谋反 由此触发了朱元璋的大清洗 朱元璋是赢家 经过一场场腥风血雨 他也意识到科举制选拔的官僚队伍并不可靠 于是他废除了成像制度 并设立了仅一位 作为独立于官僚集团之外的监察机构 通过一系列分权制衡 尽可能避免官僚队伍形成合力自身贪腐 破坏社会公平 不过 上面这些内容似乎只能说明 朱元璋在努力建设一个对普通百姓公平的社会 无法解释为什么明朝出了那么多昏庸的君主 最后一部分 我们试着换个视角回看明朝 这次的主角不是皇帝 而是儒家士大夫 在历史进行时中 他们是国家政治的直接参与者 当尘埃落定后 他们是决定后人记忆的历史书写者 我们了解中国古代历史 长选资料就是官修正史 提到正史 很多人都想到唯尊者会的说法 皇帝是当权者 史官自然会为他们遮仇 但事实可能恰恰相反 我们以明史为例 中国古代有为前朝修史的传统 明史诞生于清朝 编撰者是一群投降清朝的文官集团 尤其是曾受皇权迫害的东陵党人 他们在编修史书时 带着很强的偏见 比如明史中记录朱元璋的部分 侧重介绍法律残酷 但没有说明这样的法律 是为了保护社会弱势群体 侧重介绍朱元璋处决了很多官员 但没有交代官僚贪腐的情况 因为朱元璋是中国古代任何时期的官僚 都很讨厌的那一类君主 任务重 工资少 规矩多 脾气差 明朝历史上有很多昏君宁臣 比如明宪宗和太监汪植 是一对著名的昏君烟换组合 后人甚至把汪植列入明代四大全焉 明史记录了很多汪植迫害大臣的事情 但找出明朝的奏章这样的一手资料 你会发现 汪植收拾大臣是很合理的原因 跟朱元璋一样 是为了反腐败 那些所谓的被迫害的大臣并不无辜 要么是兼并土地打死人 要么是贪污受贿等等 而且汪植只是把罪行上报皇帝 他并没有权利审判官员 另外汪植还在打仗的时候 多次立下卓越功勋 这么优秀的职场人 只因为得罪了官僚队伍 结果在明史上一臭万年了 明史中有没有形象比较好的皇帝呢 有 号称人轩之至的名人宗和名轩宗 就是官僚队伍喜欢的那一类 但很遗憾 明朝的盛世正是从这两位大宝贝手里衰落的 原因是两位皇帝比较宽厚 说得更直白一点 就是基本没啥主见 容易被官僚队伍团结起来忽悠 他们获得的好处是 在史书上 获得肯定 甚至获得了人宣之至的表彰 但代价是 他们被官僚集团搞了局麻 麻烦在地之后 官僚们一拥而上的宰割国家 中国古代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段盛世 结束了 下面 我们把时间向前推移到宋朝 一直以来 宋朝都是很多人最想回到的古代社会 但作者提醒 如果你是普通人 最好别去宋朝 宋朝是儒家式大夫的乐园 却是小民的地狱 话说当初赵匡胤为了避免武官作乱 给子孙留下训令 要他们众文义武 不杀士大夫 这的确避免了武将作乱 但也给后世皇帝带上了紧箍咒 文官队伍看到皇帝有点主见 就会念动咒语 宋代商品经济发展 而且赋税比较沉重 按理说 国家手里的钱应该非常多 但普通人的钱被征收后 主要是改善了大宋官僚的生活 难怪在宋代 人人都爱读书 都希望机身官僚队伍 结果是什么呢 第一 商品经济创造了财富 但民众没有享受到 富起来的是文官 第二 社会公平状况非常糟糕 贫富悬殊引发农民起义 这在北宋中后期常常发生 水浒传有个我们都很讨厌的词 叫昭安 但这正是北宋官方对于农民起义的策略 给首领封官 然后让他们带着起义军去前线和辽国 经国交战 能否打赢 不重要 只要他们不闹事就行 第三 武被废持 北宋的灭亡极具戏剧性和讽刺性 金兵难下 不到三年 两个皇帝就被金兵俘虏了 这样的社会 如果称之为盛世 未免太讽刺了 时间关系 这本帝制与盛世就为你介绍到这里 今天我们跟随李小鹏博士 重新追溯中国古代的历史 华夏文明在最封闭 最广阔 最艰苦的约束条件下 为了实现自我延续 要求古代统治者 勇敢地把手术刀挥向身体的肿瘤 在汉代这个肿瘤 是地方豪族 在唐代这个肿瘤 是门法士族 从宋代开始 这个肿瘤 是儒家官僚 作者认为 儒家官僚掌握了书写历史的权利 但他们会滥用这种权利 歪曲历史 本书从汉讲到明 讲了1700年的历史 明朝200年占了一半的篇幅 原因是 宋代之前的原始始料 大多烟灭了 只留下了儒家士大夫书写的 正史和资质通鉴 所以抹黑成功 而到了明朝 由于历史同期详细记录的 明史录斑斑俱在 士大夫抹黑了 作者还有机会 带我们一起洗回来 所以书中介绍 明朝历史的比重比较大 最后 为你介绍书中 一张有趣的表格 作者说这是本书的精华 表格名称是不同治理模式的 最高领袖治国成绩对比 评价一个古代君主 有很多维度 内政 外交 军事等等 但作者认为 有一个维度更重要 这就是君主去世后 50年的国家大事 也就是 评价一个皇帝 不仅要看他在位期间 干得怎么样 还得看看经过他的经营 这个王朝最终变得怎么样了 先看那些在史书中 充满争议的君主 汉武帝去世后 有昭宣忠心 武则天去世后 有开元盛世 朱元璋去世后 是永乐盛世 再看那些饱受赞誉的君主 汉文帝去世后 十七国之乱 宋仁宗去世 六十四 年后北宋灭亡 在这半个多世纪里 发生了王安石变法 宋江起义 方辣起义 以及连续的外战势力 明宣宗去世后 有土木堡之变 皇帝被俘虏 各地起义连绵不绝 你看 从这个视角出发 我们印象中 帝王的善恶忧烈将不再绝对 甚至还会反转 当然了 本书也只是提供了一面 帮我们了解古代历史的透镜 如果你希望拥有更多的透镜 不妨再听几本书 像许卓云先生的 说中国 葛兆光教授的宅资中国 历史学者陈旭斌的 《情治2000年》 相信你会有更多收获 好 以上就是为你介绍的全部内容 请给我们点赞 收藏鼓励我们 你也可以把这本书 免费分享给你的朋友 恭喜你 又了解了一本书